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伊萨伊亚写过四首关于上主仆人的诗歌 这是其中一首 他在讲谁呢 讲一位先知为了传道 为了宣扬天主的话受迫害 是的 很多先知这样死去 是在讲耶稣吗 从耶稣身上我们看到 上主仆人的诗歌 他的彻底的实现 尤其透过耶稣的苦难 我们把这一段跟苦难史 在一块对照一下 你可以不太熟悉的就想 这不是五六百年以前 讲的就是耶稣吗 我没有反抗 我将背转给鞭打我的人 把面颊转给持我胡须的人 面对侮辱和拓污 我没有掩起我的脸 我板着脸像一块碎石 我知道我不会受耻辱 耶稣在受难的时候 他的背全身受鞭打 然后他的脸 同样他把面颊转给打击他的人 他毫不动摇 在遇到迫害 是的 如果说这首诗 是在写先知们 是在预言后来的耶稣基督 我们同样可以说 他是在写以色列民族的命运 以色列民族被天主拣选 做上主的仆人 然后他们受迫害 别忘了 以色列民族被天主拣选 以色列人在巴比伦 今天的伊拉克 在那边充军 受着苦 所以先知写是为安慰他们 提醒他们 让我们看今天的主要的信息 要读懂这一段圣经 它有一把钥匙 这个钥匙在前面两节 可惜今天没有读到 也就是第四节 他是这样说的 五主上主赐给我一个受教的口舌 教我用言语 援助疲倦的人 他每天清晨唤醒我 唤醒我的耳朵 教我如同学子一样 静庭 原来重点在这里 也可以说是上主 普人的秘密 五主上主 唤醒我 每天清晨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活着活着就忘了 以为是我自己活得挺好 或者我自己 哎 生了病 每天晚上我们睡觉 你们想过吗 是一个小型的死亡 为什么我说小型的死亡 跟死没有什么区别 就插着一口气 你躺下了 失去了知觉 什么都不知道了 跟死了一样 只不过就是 第二天早上又起来 如果我们躺下来 再也不睁眼了 那就是死 睡觉呢 是一会儿就睁开眼了 所以每天早上我们起来 第一个思想要想到 天主 我感谢你从睡梦中将我唤醒 是的 生命是他给我们的 每一天都不是 我想活就活 有多少人 今天脱下鞋和袜 不知道明天穿不穿 当然要穿 有的时候是你自己穿 是别人替你穿 这个是问题 多少人躺下 第二天没有起来 所以我们每天 怀着感恩开始这一天 天主感谢你将我唤醒 让我又起来 我的家人 我们在一起 又开始工作 先不说一大堆的困难 一会儿吃什么饭 一会儿又要上班 一会儿又要照顾孩子 哎呀 麻烦地工作 早上起来不是发愁的时间 早上起来是感恩喜乐的时间 小鸟在外边叫 太阳刚刚升起 那时候空气 一切都是新鲜的 我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天主在我旁边 为什么我们感恩 天主在我床边 他把我拉起来 孩子起来 就像他伸手给压当 然后向他鼻孔吹了一口气 他从地下起来 这是第一个人 其实我们每天 天主都在重复创造的工作 每天他都给我们生命 一定不要以为生命是我的 我活了多少年 还要活多少年 不是你说了算 弟兄姐妹们 这是本来我没打算讲 但是从这一句话里 五主上主唤醒我 每天清晨他唤醒我 让我想到 我们每天被天主唤醒 再有太多麻烦的事 我不管 我先看到我床边的天主 他既然唤醒我 他就陪伴我这一天 他就爱我 帮助我 度过这一天的生活 我有什么可怕的 这就是上主的仆人 应该意识到的 每天早晨你唤醒我 然后给我一个受焦的口舌 每天早晨唤醒我的耳朵 让我像雪子一样静听 我们是被唤醒了 但是你的耳朵有没有唤醒呢 你的耳朵有没有打开 来到天主面前去问天主 听他说话 主啊 什么是你最喜欢的 我怎么生活今天 我该怎么做 更好 对我自己 对家人 对别人 请你指示 唤醒我的耳朵 是这个意思 不是早上一起来 第一件事 先拿手机 先看新闻 先聊天 一个基督徒 倒上起来 第一件事 唤醒我的耳朵 醒来之后 先问天主 要听他 这就是这个仆人的秘密 天主的仆人就定格在这儿 早晨从天主那里接受生命 他感恩 然后他祈求天主 今天我的生活怎么样 因为我是仆人 要让主人喜欢 我要做你喜欢的 随后 他的力量就从这儿来 主人派遣他 赐给我一个受教的口舌 使我用言语 援助疲倦的人 哦 我的使命在这里 我从天主那里听了他的话 他给我一个使命 让我去帮助身边那些疲倦的人 那些有压力 那些受苦的人 那些无助的 这个是天主拣选他的仆人的意思 还不是所有的人是他的仆人 跟他处在这种亲密的关系中 一个基督徒从灵洗那一天 做了天主的孩子 做了他的仆人 然后去援助身边其他疲倦的人 这是我们的使命 所以我请你们看这个仆人 跟主人之间的这份亲密 每天早晨在天主面前 聆听 聆听在圣经中 我不止一次讲过 他跟信任是一个词 一个孩子 他听爸爸妈妈的 你让他吃什么 他坐下就吃 让他穿哪件衣服 一个小孩就穿 你让他去哪 他去哪 但是你来一个陌生人 给你好的 稍微懂一点事 他就不给你走 为什么 他不知道你是谁 你说得对 他也不听 他不信任你 信任和听是一回事 你看我们大人也是这样 有的时候不是谁说话 你要听 但是你信赖的一个人 一说 你就马上说没问题 要你说 那我知道 你不会骗我 要别人说 考虑考虑 行行 下来再说吧 我们找理由退掉 因为 这个信任 才会听 这个上主的仆人 他每天听天主的话 他信任天主 在这儿 我们会不会看到 信任是彼此的 天主信任我们 他减选我们 即使我们有毛病 即使我们有毛病 这个人脾气特别不好 这个人说话 这个人说话不会说 耶稣 随便便便便便便的 什么样的都有 但是天主爱我们 他信任我 他要给我一个使命 我讲这句话 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要鼓起勇气来 要从心里说 我被天主信任 我被天主爱着 随后我们还继续再看 上主的仆人 跟上主之间的关系 有这份信任和聆听 然后还有什么 他的力量就从这里来 这是他的使命的全员 为什么他能够尽使命 一位先知 直到死 遇到各种困难 迫害继续安慰疲倦的人 耶稣直到死 继续帮助需要的人 因为这就是天主给的力量 每天早晨跟天主在一起 力量就从这儿来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吹 叫难来了我不怕 谁怎么样我也不怎么样 我又想到伯德鲁的话 吹牛 靠得自己不行 我们看耶稣早上天黑很黑 就起身去祈祷 晚上祈祷到深夜 有的时候彻夜在祈祷 为什么 他亲近天主 力量从这儿来 他是他的仆人 要不圣友上说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实在一无所缺 圣友上说 上主是我的磐石 我的堡垒 我的盾牌 我的靠山 对 我们都愿意找个靠山 我们就不怕了 有什么事 有他呢 你的靠山 如果是哪一个级别的领导 级别越高 你越有信心 什么事都不怕 我有靠山 我们基督徒的靠山 是哪 昨天有人上弥撒 在网上 说神父 我开了一个店 请你做台弥撒 我还没回答 他就说 求天主 教我这个店 生意兴隆 金酒银食 什么 开始来这个了 后来我马上回答 我可以为你祈祷 但是我想你祈祷 先求信德 别的我不为你求 有了信德 即使遇到什么困难 天主跟你在一起 你会度过的 别的都是次要的 求了信德 其他一切 自会加给你 可能过了一会儿 他琢磨了一下 后来跟我说 神父 行 他答应了 这我才借他的钱 我才为你祈祷 如果不答应 我不会收你的钱 因为我 我如果那样子 你说求求我发财 神父说 行 啪啪 红薄一点 我给你求发财 那干嘛呢 成酸瓜的了 笑面的 你去烧香不都是这样吗 烧个香 希望保一切平安 我们基督徒不是 我们求我跟天主的关系 越来越近 我做他的仆人 然后我到哪儿去 我按照他的旨意生活 然后他给我力量 就这么多 这就是一个基督徒 将来的赏报是丰厚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那么短暂 天主没有许给我们 在这个世界怎么样 基督徒要擦亮我们的眼睛 看清我们信的是什么 最后我用几句话 带大家一起看一下福音 其实刚才讲的读经义 我一直在提到耶稣 因为读经义就在形容 这样一位天主的仆人 耶稣讲他要去受难 去耶路撒冷 人子要被抓住 受鞭打 被杀死 等等 你看 为了执行 父的职使命 结果遇到困难 甚至要设身 殉道 不得路 听到以后就不干了 把耶稣拉到一边 主 绝对不行 这事不能轮到你头上 其实咱们不要想 我在默想的时候就想到 不是耶稣发着光 那样子谁敢在耶稣面前说话 耶稣就像咱们几个人开公司 商量好的这几个人 咱们一起 我给你 好 有一天你别忘了耶稣 波多路还问过耶稣 咱们为你都舍弃了房屋 土地 财产 妻子儿女 将来给点什么呀 所以在波多路 总统们跟耶稣 岁数也差不多 所以有什么就说什么 耶稣说 现在咱们要去耶路撒冷 到那以后 我要被抓住杀死 波多路把耶稣一拽 来来过来咱们说说 一开始我给你的时候 咱们怎么说的 你可没有说这些 现在跟你半天了 什么都改变了 现在你来这一套 要是这样 你自己去 活不去 谁跟你啊 谁也不跟你了 咱们以为你是救主 哪有死的 你要提前说 还耽误咱们到今天呀 所以波多路给耶稣杠上 我们读耶稣受难的时候 波多路背叛耶稣 如果说那是一次 今天是第一次 那是第二次 耶稣说怎么着 他就不干 不行 其实 何止是波多路 耶稣说 撒旦 退到我后边去 这时候耶稣怎么说的 你看福音上 如果你注意看细节 波多路把耶稣 拉到一边 现在耶稣 把波多路 拉回来 转过身来 看着门徒们 说 撒旦 退到我后面去 因为你所体会的 不是天主的旨意 而是人的意愿 当着大家 看着大家 这是人的意愿 不是你自己的 波多路 如果是波多路 自己的问题 单独就训了他 当着大家 你所想的是人的意愿 也包括我 耶稣自己 耶稣为什么 发这么大火 就说这么一句 波多路也不是差心 你就不能理解一下吗 干嘛发脾气 骂人家撒旦 滚 是不是耶稣 要是不发火 就镇不住大火了 你这当头的 怎么当 不是 耶稣自己 现在 他也在一种 斗争当中 我只能这样说 耶稣内心 也在一种 斗争当中 去不去耶路撒冷 要不要死 可是福的旨意 每天早晨 父要自己这么做 自己也是人 他要不说 这是人的意愿 连着他自己 耶稣成了人 也是这样 愿意逃避 愿意享福 愿意保全自己 不然就不去 不然就不去了 正在这种斗争当中 我们看 马尔古福音 今年读的 他不像路加玛窦 记载耶稣 在旷野三次受魔鬼的诱感 他没有记载 而今天 他在记载 耶稣受的什么 诱惑 就是不断地 在每天的生活中 有这样的思想 打扰我 让我不要 活出天主的旨意 可不是像 我们大家想的 在这个 旷野里边 四十天 受完诱惑 以后 再也没事了 耶稣 万事大吉 没有 魔鬼每天都在诱惑 弟兄姐妹们 跟咱们是一样 每天都在诱惑 我们每天 都在斗争当中 我们每天 都在斗争当中 所以耶稣 之所以在这儿说 在表达 他自己的这份斗争 我想讲到这里 我邀请所有的基督徒 希望我们渴望 做天主的仆人 每天活在 跟天主的这幅关系中 聆听天主 从那里接受力量 然后每天的生活中 我们可以 执行天主 给我们的使命 即使遇到困难考验 我们也都不怕 因为你跟天主在一起 阿们 我们下期喝着 我们下期喝的 好 谢谢 感谢观看